看到這片頭 難不成漫威又有新英雄要登場了嗎 擋住坦克 一下擋住德國坦克 一下阻擋一波波大浪 還說他沉默寡言 維護地球和平 保衛人民性命 地球和平 保衛人中安全的 相不快 錯 他不是漫威英雄 而是台灣本土英雄蕭伯快 聳動的音效配上專業的配音 言寬恆還特地找來動畫師 把蕭伯快打造成本土英雄 蕭伯快處理在岸邊 還披上英雄象徵性的紅色披肩 堅守崗位 常常被網友拿蕭伯快 來揶揄的言寬恆 這次竟然用動畫影片的方式 自嘲自己就是蕭伯快英雄 不僅如此 最後這幕差點沒讓網友 噴出飯來 是西瓜造型的蕭伯快抱枕嗎 其實岩寬恆已經 不是第一次用蕭伯快來自嘲了 蕭伯快本來就是 這個是一個保護我們的家園 保護海堤對不對 那它是一個非常正面的 一種保護的工具 打開來看 這一個個被做成蕭伯快造型的巧克力 讓岩寬恆一眼就喜歡 不把這造型當成諷刺 反而拿來當伴手禮送給同學 岩寬恆用另類角度看蕭伯快 更把它打造成英雄人物 野餘的異味減少了 反而創造出更多正面新話題 記得台北綜合報導